看到這尊佛喔 佛光普照 看到心情都這樣穿下來 台灣每年的電影有八百種 但我只推薦這齣很重的台灣電影 因為我是這齣電影的導演阿喬阿 看到Seafood和大佛 以及黑白電影畫面 應該已經有人想到 這些片段出自台灣電影大佛普拉斯 大佛普拉斯用行車紀錄器畫面 帶領故事開展 從底層人物的視角 揭露台灣社會虛假和荒謬的一面 這是導演黃信堯第一部劇情長片 他過去是以拍攝紀錄片為主 在大佛普拉斯中 可以看見紀錄片的旁白元素 既然有紀錄片手法 觀眾也許會好奇 電影裡的角色是否真有其人 我是蠻喜歡觀察人的 所以這些人 不管是菜譜或杜柴這種警衛跟資源回收 都是一直存在我們這個社會 只是我們顯而不見 我們常常會忽略他們 然後所以我覺得 他們沒有特定的人物 他們只有類型 人物的類型 那是讓我發想這個故事 現今電影 選擇以黑白畫面呈現的是少數 在台灣更是罕見 導演這麼做別有用意 因為這電影故事 其實是蠻貼近生活的 我們也可以說是蠻寫實的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我們可以用黑白的去呈現的話 其實它會有一種不那麼真實 而且帶有一點點魔幻的感覺 然後彩色的部分是 因為這兩位主角在偷看老闆的行車紀錄期 就看老闆去哪裡風流 去哪裡談生意 就這樣子 那我當初會設計這種的心情 其實是我去想像他們兩個在偷看的心情 就像是我在看八卦雜誌 或者一些小報 就會有很多明星的生活啊 明明看不到裡面 可是你也會帶有很多的想像 這些想像是帶有Color 那個彩色是對照 對照在黑白的世界裡面 它所產生的彩色 那那個彩色其實是不真實 並不是說有錢人是彩色 也沒錢人是黑白 等一下其實是彩色的 其實我們的心都是黑白的 那今天怎麼這麼做啊 台灣國片 少有這般反鳳式劇情片 大佛普拉斯順利引起注目 去年金馬獎拿下五個獎項 或要參加多個海外影展 也將代表台灣 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 走了這麼多地方 黃信尤用自己的方式觀看世界 觀光行程我也會去 我是一個有什麼看什麼的人 例如說我去菲律賓 在馬尼拉 就去附近有一個菜市場 我就覺得大家都在那邊很忙 搬很多漁貨啊 然後還有很多買菜的人 我就覺得這 就覺得這地方還蠻有生命力的 然後就覺得看他們庶民的生活 覺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不是喜歡觀察的 因為這些就是旅遊節目 或旅遊書都不會介紹啊 然後你在網路上 你可能Google也不見得有人會拍啊 那我就覺得 那去看一看這個 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蠻有趣的啊